最近被媒体称为 营照101的好莱坞版裸照们 持续发烧 而且聚传名单上 还有84位刷雷丹 日前有位在名单上的女性 就暴走了 就是她英国超模卡拉迪勒芬妮 胡歌帮大家回忆一下 这位卡拉 就是今年初在NBA场边 被拍到与当时的女友亲密互动 一对粗媒跟酷酷的个人风格 迅速席卷摩特尔圈的英国超模星星了 媒体怀疑她是因为名列榜单 担心照片流出压力太大 结果在出席9月3号的 GQ年度风云人物奖时 竟然整个大招金了 她一出现 现场的媒体就发现 卡拉 你的装饰花生什么数了 不但被网友说像吸血鬼装 还有人哭手表示 好像有点像大军了 更让现场傻眼的 则是她的这身黑色透视装呀 你没看错 卡拉里面真的只穿了一条黑色大内 大哭 而且她还直接在红毯上 穿着这头衣服跳起舞了呀 卡拉 你是不是醉了啦 不只这样 当天一次喝多了的卡拉 行为也很大胆 不但跟同样来自英国的超模 朱丹堂 互相喜胸拍照 不过最让人吓呆的是她在派对上 飞铺著名设计师 强纳森桑德斯 两人竟然还在地上合体 变身四角色呢 G啊 你是想要吓坏多少人呢 我看你真的是压力太大了吧 而在这场社会上 同样在101名单上的还有她 金卡达夏 当天她也是中门大开 同时展现她招牌的 四十寸鸟臀 虽然传出她也为榜上有名而烦恼 不过当晚她还是成功 报回了GQ的年度风云女性奖 上台时更表示 请叫我金卡达夏为师的 呼呼搬出老公来抢瞎啦 看来有阿娜达在 金卡达夏就是真的没在拍的了 好 要故意的吧 明天还有其他82位 信不信雷报道